大家好,这期节目呢,我简单聊一个话题啊 这个话呀,实际我好几天前啊,就想说了 那么今天呢,没有别的大事情,跟大家来聊两句啊 就是前两天人民日报呀,刊登了习近平的讲话啊 他是这样报道的,称习近平呢,是力挺民企 并且引用习近平的话,是这样说的啊 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 也是在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干过的 表明了,他是支持这个民营企业发展的 希望民营企业啊,加大投资 为国家的建设呀,出一份力吧 那么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呢 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的这些东西呢 根本不相信,包括习近平讲的那个 我一定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啊 更加的不相信,所以现在民营企业是没有信心 大家都躺平了,都给你不干了 所以现在习近平你强调这个,你啥用呢 你把该打了都打了,该杀了都杀了 该抓了都抓了,然后你现在说 你是支持他们的,谁会相信你呢 这些企业家这么多年啊 风里来雨里去,有的可以说是在刀尖舔血啊 挣了这么些钱,难道说他们都是傻子吗 难道说能被你这样骗来骗去吗 所以民营企业这一块啊 对中共来说,现在确实是一个很头大的问题 这些企业家一旦躺平了 将会给中国社会啊,带来很多的问题 那么我也不说多的了啊 还是那句话,任何时候啊 信心比金子都重要 那么如果你想让民营企业家有信心 再开始投入 再开始把这个企业啊 开足马力去干 实际就是两个指标 第一个,你把马云叫回来 因为马云啊,可以说是中国民企的一个领跑者吧 而且也是年轻人的偶像嘛 你现在把马云打得跑到日本去了 那么你能不能把马云叫回来 对不对 你说是知识民营企业发展 那你去年把人家蚂蚁金服在美国上市 你给别人搞掉干什么 你那个行为是知识民营企业发展吗 然后第二个指标呢 你把孙大午放出来 而且把孙大午的资产还给别人 孙大午可是一个农民企业家呀 搞农牧产品发起来的 那确实是不容易 那个钱也挣得非常不容易 那么你把孙大午抓了以后 而且是把人家全家都抓了 而且都是判得重刑 把别人资产也收了 你这是知识民营企业家吗 对吧 况且孙大午是热爱共产党的呀 人家本来全家都能移民 人家不移民嘛 孙大午就说了嘛 在中国才有发展嘛 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干得更好嘛 结果在你的领导下 你把孙大午判了14年 把全家人都搞到监狱里头 把别人的资产收给你国有 那么难道别的企业家都看不到吗 所以呀 你要把孙大午放出来 而且呢 要把人家的资产呀 还给别人 这才能证明呀 你是真心的支持民企的发展 对不对 你最起码都有一个纠错的过程 就是当年文革呀 也是搞了10年嘛 完了以后还搞了一个拨乱反正的 还抓了一批 判了一批呢 才把老百姓的心安了嘛 你习近平上台这也折腾了10年了吧 光搞掉的民营企业家数不胜数 你现在说你是支持民企发展 谁信你呢 所以我多的话也不说 我也不分析你讲的那个话 有没有道理啊 我就看你这两件事能不能做成 把马云叫回来 把孙大午放出来 对不对 那把你做成一件 也算是你有点诚心 如果你一件都做不成 我认为国内的这些企业家呀 还是会躺平的 不会再上你的当的 然后节目最后呢 我们再聊一下这个 最悲催的企业家啊 就是新东方的这个余明洪 余明洪呀 让我说啊 比这些企业家还悲催 你说马云吧 尽管受到打压啊 但是人是安全的嘛 最起码还跑到日本去了嘛 钱多钱少钱不说了 安全是最关键的嘛 对不对 或者说孙大午吧 很悲惨 但是他也很绝望了嘛 已经被搞到监狱里头去了 啥也不想了 实际那也算是一种解脱 但是我们看看这个余明洪啊 真是冰火两重天 他本来呢 他这个新东方干的轰轰火火 而且是一个教育事业 很崇高的 对不对 然后国家突然呢 不让他搞的打击教培 然后他裁员几万人 股价暴跌了90% 净千亿财产呢 灰飞烟灭 而且他行动还快呀 把他很多这些培训机会啊 都关停了 然后把这些桌衣板凳电脑呀 这样啊 都捐掉了 可以说把这些东西啊 都清空了 是彻底响应了党的号召 他不干了 对吧 然后他干了个啥呢 就是干起了直播带货 他搞了一个直播间 还搞得空空火火 还培养起了几个带货主播 据说呢 销售额做的还不错 但是我想啊 这个买卖 跟他那个新农方比啊 那是天壤之别嘛 你想一个带货的 能跟他以前那个上市公司比吗 对不对 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中共又说了 要支持教育行业 要鼓励教培行业 那么你说余明洪怎么办 对不对 你让他怎么想 他会不会重新踏入这个教培行业呢 这真是放在余明洪面前呀 一个两难的选择 当然该怎么去做啊 我相信啊 余明洪呀 会做他自己的选择啊 但是在这个地方呀 我还是要批评余明洪其决 当国家打击教培的时候 你呀 就不应该那么苍茫 观察观察嘛 你跟共产党打交道 这么长时间了 共产党哪一个政策 能真正的执行过三五年呢 对不对 你拖一拖 挺一挺 没准这个事情就变化了 所以证明这个余明洪呀 每天教育别人呢 他自己的脑子 并没有开化呀 中国有句古话怎么说的 事还则源呀 就是所有紧迫的事情 你只要把它能变反了 能拖一拖 能看一看 没准呢 他就有别的转机 结果你的行为是什么呢 是急急忙忙 响应党的号召 结果把新东方搞得是灰飞烟灭 财富口碑人脉呀 统统都没了 那么我想教培行业 就是重新开始 你再搞到这么大的可能性 都很小了 没准你底下的那些员工呀 自己都开始去办培训机构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余明洪呀 是在这波里头呀 也算是比较悲催的一个企业家吧 好吧 这期节目呢就聊到这吧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感谢观看